所以寒冰你怎么看 当然了就是美国的航母过去 昨天我们来宾也讲到 当然一方面遏止其他的 中东的其他国家卷入这个战火 一方面是不是也想约束一下以色列 你不要搞得太过分 因为到时候如果说太残暴 太多平民百姓被屠杀 太多这种影片流出来的话 整个全球的舆论会大翻转 这是必然的 这才是美国最担心的问题 因为如果单纯是哈马斯 那个对美国来讲 根本不算个事 因为以色列自己 就足以搞定他十次都没问题 那他为什么要派航母战斗局 急急忙忙跑去 实际上很简单 就是要告诉旁边这些国家 你们不要动 我已经在这里 我会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同时也在告诉以色列 你也不要太离谱 因为他如果过头 比如说像现在以色列 他们已经宣称了 要让这个巴勒斯坦 这边下一代的人 都全部记得这个惨状 那个是非常 当然这可能是一种恫吓 可是万一他真的做也不是不可能 因为以色列过去曾经真的干过这样的事情 所以美国也是很担心他做了这样的事 因为现在国际语论绝大多数对以色列还是寄予同情的 因为他是被攻击的一方一开始 可是如果以色列接下来做过头 那第一个美国 因为美国的国策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 那这个时候美国就变成帮也不是 不帮也不是 那再来以色列这个动作 现在虽然那个哈马斯宣称说 你们不要太过分 再过分我的好朋友 曾祖党跟伊朗就会来帮我了 可是真的会来吗 未必 但是 已经有迹象了 对就是 我觉得伊朗跟政府党现在都在看 如果国际舆论 都是同情以色列 那伊朗跟政府党 我觉得就算动也不会动得太大 可是如果以色列做得太过分 这个时候他在阿拉伯世界就可以起一个号召 有一个很好的借口 你说就算这些国家不真的以国家的力量参战 他们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也就是乌克兰战争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记不记得 很多国际的所谓的义勇兵 不是从全世界四面八方 包括我们台湾都有人去 那阿拉伯本来就有很多民兵的组织这些东西 他们国家把武器交给他 然后把道路让给他 他们就源源不绝的开进去 其实过去几次中东战争都是类似这种形式 就是其他的国家从陆路上不断的来增援 那就变成又重新在野第六次以阿战争 然后以色列一国要对付这么多国 那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那美国被迫只有一个选择 就是要把武器弹药源源不绝的送到以色列去 那请问乌克兰怎么办 乌克兰就挂了 乌克兰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 那所以这是美国最不希望看到的状况发生 所以美国当然是会想尽办法 对以色列他当然不能明这约束 他表面上很同情 私底下赶快去按奶拜托你不要这样做 那对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就 是告诉他们说我来了我会搞定你们不要紧张 我觉得大概只有这样 可是现在看起来以色列也是想要把这个巴拉斯坦这些人 把他逼的逼给谁他先叫埃及不要动 他叫埃及你不要过来啊你过来谁过来我打谁 然后这个时候呢又在那边开了一个小口子 他就要巴拉斯坦这些人往埃及逃 那问题是埃及其实跟巴拉斯坦是不同教派 是啊埃及尤其是很多哈马斯可能会 埃及也不愿意啊 是埃及当然不愿意啊 但是问题是如果那个口真的只有往他那边去的话 同样都是姓伊斯兰教 请问你收还是不收 而且埃及跟这个以色列过去的这个仇恨也很大啊 是但是他们曾经有仇恨很大 但是也和解 现在两国就处于一种暧昧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反正对以色列来讲 我就是要把我眼前的麻烦赶走 那可是第一个赶着走嘛 第二个赶过去之后埃及就要头痛很大 所以埃及绝对也是全力在那边防堵 那到最后就很可能会出现一个惨况 就这些人活活被圈禁在里头 那那边就变成人间炼狱 已经是人间炼狱 那我个人一直担心的就是 这就是哈马斯要的状况 因为你想想看 哈马斯明知道他打不赢以色列 他也知道他去绑那些人质也没有用 以色列人从来没在管什么人质的 以色列的基本上他的作战方式就是 你抓好人质是不是 人质死你就死十个 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明知道抓人质没用 为什么还要故意去处决这些人质 还故意对全世界公布 我觉得他在引诱以色列进攻 因为他就是要准备拍 因为现在手机这些东西太发达了嘛 你进攻之后 我就把你以色列这些残暴的罪 我全部变成影片 然后我就全部到网络世界 全世界到处散步 我就是要打这种国际舆论战 让国际没有办法支持你 然后让阿拉伯重新号召起来 我觉得哈马斯真正希望 阿拉伯重新组成联军来跟以色列对干 那这就是我们最不喜欢看到的结局 我觉得韩兵讲的有道理 因为在过去俄乌大战期间 过去像这个尾巴冲突 三不五十会上新闻 说实话我们台湾关注度并不高 尤其在俄乌大战之后 几乎就没有巴勒斯坦的声音了 以前沙特还会帮他讲点话 后来好像沙特也不讲了 所以这次我们看到 透过这场残忍的战争用鲜血 等于好像又拿回了一些话语权 让全球的关注焦点又到这边来 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可承受之重 那我看到最近很多的报道 也有一位这个哈马斯的一个领导人 他也在讲 他说其实我们在攻击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所有的结局了 那蛮悲壮的 所有的结局 大家说这是不可避免的 一定要做的 就是有一种训道 或是这种感觉 真的看了蛮悲壮 所以我要再请盛将军讲一下 那你怎么看待美国这个动作 航母去了 武器什么都去了 然后人也去了 再来第二艘航母 然后你觉得呢 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美国的中东政策失败 没错嘛 这个今年三月 在这个北京的主导之下 这个美国都懵了 有没有 沙伊和解 然后也是情报保密到家 那这次哈马斯攻击 这个以色列 不只是以色列情报网破功 美国西方的情报网也破功 破功一次破功第二次 都是特大的事情当中 所以美国看到了沙伊和解之后 美国的手又想进来重返中东 有没有 所以要主导这个以色列 跟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正常化 那你看看沙特也表态了 这个表态重重打了 这个美国一巴掌吧 这个美国脸都绿了 这个这是沙特的官媒 沙特官媒应该是准的 还包括路透社都有引用 说沙特的王储 已经跟巴勒斯坦的总统通话了 会继续支持巴勒斯坦 实现他合法的权力 尽一切的力量 请停止冲突 然后应该遵守国际法 不要以平民为攻击的目标 那支持这个巴勒斯坦人民 或继续跟巴勒斯坦人民 站一起等等之类的 那纽约时报的报道 这个沙特阿拉伯 本来沙特不是要 本来要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吗 美国的主导 现在据说要先搁置住 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美国为什么触手那么快 总统也去了 航母也去了 对不对 连那个什么民主党的 这个共和党的那个 议长也赶回美国去了 他是犹太人嘛 对 因为美国的犹太人 控制了政府的了 对 他华尔街的大亨也是犹太人 对 这个内阁部长也很多是犹太人 金融业也超在犹太人 所以他支持犹太人是 我们不怀疑的 事实支持犹太人 那他拜登去那么快 武力去那么快呢 他有点叫做宣誓 我还是中东的老大 你们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他这个布局 有没有将来会露底的呢 第一个 纳探雅胡听不听你的 对 就下一波 纳探雅胡如果说在 拜登的强力支持 制止之下 停止用兵 那美国的威望会提高 如果说哈马斯不停地 再用这种手段 以色列又被韩明讲的 诱得他一定要打下去 要做驱离的动作 我跟你讲 断水断电 他不是想把你全部饿死 他是让你尝到这个味道 然后再用军队再push 然后给你一个口子 让你到 中国军阀上找了一件 围城必瘸嘛 我要围一个城市 要给你留个口 所以以色列的算盘 一定是这样打的 但是呢 往后是不是 达到美国人的愿望 有问题了 因为你在阿拉伯世界里面 你偏袒以色列 已经是大家既有的印象 对 将来你要想把这个事情 和谈谈成 最后可能减便宜的是中国 对 中国跟以色列有交情 跟沙特有交情 跟伊朗有交情 你是巴勒斯坦那个领导人 不是到北京去国事访问吗 对 巴勒斯坦还没有建国 北京给他国事访问 对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大国博弈 最后入死谁手 还不一定 当然美国靠的是他 快速展开部队的军力的展示 中国没有办法 做这么快速的展示 但是以调人的身份来讲 美国比不上中国 因为阿拉伯国家 已经不相信你了 你不是还在跟沙特在谈 对不对 跟伊朗在谈 都中断了嘛 因为你 摆明了你是支持以色列嘛 对不对 那以色列这么 残暴的手段去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而且困了人家几十年 沙特很快做出了这个表态 对很快做了表态 内部的压力也很大吧 同一个宗教嘛 而且人家在旁边 不像我们远远看巴勒斯坦 跟我们毫无关系 太远了嘛 他们可是在临近国家 有教徒互相往来 巴勒斯坦人民的惨况 他们不知道吗 对不对 他们清楚啊 因为当年从英国 留下这个种子 就是造成了 中东地区的不安分嘛 英国很坏啊 把以色列给弄回去啊 美国在 在把耶路撒冷 再判给以色列 你想回家国家会 会吞得下这口气吗 所以这个问题 美国现在是战事战上风 至少维持着说 不要引起世界大战 但是你能调停得住嘛 这个加沙走廊的问题 你美国能解决吗 解决不了 解决不了 对 疏怨太深 对 历史的啦 更何况还牵扯到 牵扯到上千年 他们哈马斯在 提来提去这七十年嘛 这七十年 可是他老不信 真正受伤很重的七十年 所以沙特表态之后 你觉得影响是什么 因为沙特中东地区老大哥嘛 对啊 它是最有钱的国家嘛 而且它是慢慢变成 跟伊朗两个是宗教领袖的 对不对 参加金砖 所以中国有这个优势 对不对 所以将来这一个局 怎么样落幕 大家还得看中国的 调停功夫 但当然就是说 才刚刚开始 刚开始 美国是很快介入了 但是我们看到 大陆就是稳稳的 纳坦雅湖的车 你杀不杀得住 这就是一个问题 关键 对 如果美国不能把 纳坦雅湖杀住车的话 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因为纳坦雅湖 内部压力也很大 这场这个战争 会化解它内部的压力吗 对 会嘛 对大千 对啊 因为纳坦雅湖 因为司法改革的问题嘛 然后因为它原先的 贪腐弊案 它其实有一大堆的问题 就这场战争如果没有爆发 其实以色列自己内部的 分裂的这个压力就很大了 内坦雅湖也面临了很大的 这个来自于民间的 这个抗议的声浪 那你更不要提到说 其实内坦雅湖 这一次接任总理之后 其实美国对他 也是颇有为辞的 因为他手段 太过于强硬跟残忍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他接了总理之后 他美国是一反常态的 以前以色列总理 立刻接任总理之后 就要访美了 可是美国始终没有邀请他 这才发生后来 他主动表达要去北京 然后美国才赶快邀请他 所以从这些东西 都可以看得出来 刚才帅将军讲说 纳兰雅湖能不能够杀得住车 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就我们所担忧的问题 就是这场战争 它不要由一个局部性的战争 变成一个全面性的 种族跟宗教战争 因为你看到越来越多的 势力加入了 黎巴嫩的争处 对对对 我们马上就要谈这个 各式各样的势力都介入 那么如果都介入了 包含这个沙特的立场 都很微妙了 沙特其实原本要推动 以阿和谈的 沙特原本要推动说 他跟这个 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那个时候他们都谈到 一边一国了 就是让巴勒斯坦建国 然后一边一国 大家和平共处 可是现在好了 现在这个所有原本的努力 通通都要回到原点了 那以沙特来讲 在宗教的立场上 不管蛇叶派跟逊尼派 现在其实在中东 已经开始在进行整合 他们共同的敌人是以色列 所以如果今天以色列 再把火一点下去 变成是全中东 全面反以色列 对 你看整个中东地区 以色列跟周边国家 关系都不好 战争就很难收尾 美国跟这些国家 关系也不好 对不对 跟叙利亚 跟这个伊朗 这个矛盾冲突太大了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地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地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